你拉下去 这样过来 这样过来 展现熟练包纵功夫 长辈现场示范教学 中佳新时波有线电视 吸手华夏科技大学 举办社区健康同乐会 不管是乐陵大学的大哥大姐 还是华夏学生 齐心合力将每颗粽子 包好包满 短短两个小时 包了一千颗粽子 更让国际学生体验台湾传统节庆 趁着难得机会学一学 主办单位还设计游戏竞赛 增加趣味性 留给大家难忘的体验 我们那组好像是第二名 因为重量是第二名 很开心啊 不晓得这么热闹 在这边参加那个 乐陵学习的退休人士 那我就觉得 这这个结合当地的混化很好 这是我第一次包 中指 我觉得很有意思 华夏科大技由大学设备师 成立乐陵大学学员可以享受高品质的教育内容 更重要的是老少共学 透过不同世代间的互动获得成长与收获 除了有趣的包纵国动 现场还有新北社劳工局提供视障按摩 快乐发型设计师帮民众打理美美的造型 各种闯关挑战赛 急张抽球拿幸运福袋 感受社区同乐的魅力 其实我觉得乐陵大学在大学里面上学呢 其实他是除了来学习以外 他应该也可以把他或有经验 或者他的学习的东西来交给我们大学生 所以这是一个大手牵小手的活动 中和区公所新士坡 还有我们在地的邻里的部分 也都有共同来参与今天这样一个活动 所以在整个现场里面 除了我们的包粽子这个活动以外 包括我们对面的法廊的意见 还有我们二十几个摊位的一个意卖 都在今天这样一个终于玩很大的活动里面 提前庆祝端午节 让包粽文化和习俗继续传承下去 乐陵学员增进彼此感情 也能和学生拉近世代间的距离 一起享用亲手包的美味粽子 种下满满的幸福回忆 华夏乐陵大学端午节快乐 中家新闻战役 薰陈佳云新北市中科区报导